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谢佐兰 这盆谢佐兰上去跟大家分享过如何给它移栽 移栽大概有十几天了 现在这个枝头已经绿绿绿绿冒出了非常多的新叶 虽然它已经浮盆冒出了新叶 但是这个株形不太好看 由于一边高一边低 给它移栽的时候也没有给它进行修剪过 那么现在已经浮盆了 让整个株形更加平整更加圆润好看 现在就要给它整形 像这些叶片长得非常多 而且长到底部上面 这边低这边高 这样整个株形不好看 像这种株形的话看起来非常好看 像这种株形整体来看是非常美观的 我们给它整形的话 首先就是以这边低为主 就把这些高的给它掰掉 像这种叶片我们给它掰掉 现在是初夏还是生长剂 我们给它掰掉之后很快它就会冒出了新叶 像这种叶片比较健康饱满 我们也可以再次做扦插 不要浪费了 经过整形之后 整个株形看起来比较美观一点 接下来就是给它追加养分 这样才能够让它快速的长出新叶 学者呢它是使弱酸性涂养 我们给它使用这种使酸性营养液的话 只可以给它补酸又可以补充营养 所含的大磷甲盐素是15比25比20 这样呢就能补充养分 其他微量盐素也不会切湿 1比800的比例湿湿水 每7到10天给它交换一次 一定要薄肥群湿 让根湿更好的湿收 也不会出现肥害的现象 接下来呢就是由于它已经浮盆了 可以正常的养护 我们就可以逐渐的给它增加一些散色光照 这样才有利于进行光合作用 促使这些新叶撑撑帽 像我这些天叉的话成活率非常高 而且涨势也非常快 就不用经常去购买了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